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鸡腿肉来分享一道铲嘴鸡的做法 这道菜我们只需要一个大鸡腿就够了 首先把鸡腿充分地浸泡清洗出血水 然后需要把鸡腿肉的骨头给它去除 去骨的时候尽量保持鸡腿肉的完整性 去掉的鸡骨不用浪费可以保留下来 片好的鸡腿肉先把它改刀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鸡肉丁 鸡肉丁不需要切得太大 大约在一个纸节的长度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鸡肉丁和鸡骨一起放入一个大碗中 在里面加入一勺的料酒去腥 加入一勺的生抽和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五香粉 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再加入大约半个鸡蛋液 然后把鸡肉丁给它充分地抓拌均匀 腌制入味 把鸡肉丁先抓制到粘稠的状态 在里面加入两勺的土豆淀粉 再加入少许的即适粉增香 没有即适粉也可以不用添加 然后再淋入一勺的食用油 接下来再次把鸡肉丁和土豆淀粉 抓拌至粘稠的状态 拌好的鸡肉丁表面要有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 不需要太厚 拌好后先放一旁腌制五分钟 接下来准备三到四个的青尖椒 直接把它切成辣椒圈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两根的青蒜苗可以起到提鲜的效果 把蒜苗切成小段不需要太长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把适量的生姜切成小姜片 一把的大蒜把它直接切成小蒜粒 切好后和生姜片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中的油温烧制到筷子放进去 可以立马放起小泡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鸡肉和鸡骨都下入锅中进行炸制 在放置鸡丁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倒入 从四周散开放入锅中 这样避免在炸制的过程中会粘连在一起 刚下入锅的鸡丁不要立马去搅动 让它在锅中炸制半分钟略微定型 然后再轻轻地推动就会散开 不会粘连 把鸡丁先在锅中炸制到定型 表皮略微金黄的状态 然后先把它捞出来等待油温升高 再倒入锅中进行复炸 复炸可以让鸡丁吃起来更加的酥脆 把它炸制到表皮金黄 可以听到非常酥脆的声音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炸好的鸡丁给它捞出控油 接下来锅中留少许的底油不需要太多 加入半勺的辣椒酱在锅中 给它充分地煸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再把切好的生姜片和蒜粒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然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干辣椒 再加入一把的花椒 然后用中小火慢慢把花椒和干辣椒煸出香味 把干辣椒炒制到表皮焦黄酥香的状态 再把切好的青椒圈也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炒香后再把炸好的鸡丁也一起倒入锅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油炸花生米 再加入一把的白芝麻增香 再淋入大约一小勺的生抽 再把切好的蒜苗袋也一起倒入锅中 然后用大火快速地把锅中食材翻炒均匀 炒至大约10秒钟 可以清晰地闻到浓郁的香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酥香美味的铲嘴鸡我们就做好了 鸡腿肉用这种方法做鲜香入味 下饭又下酒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